而今天三大報的頭條也都跟張顯耀有關 目前全案已經進入調查階段 不過張顯耀到底涉嫌泄密還是外患罪 檢調不同調 調查局認為陸委會前副主委張顯耀 疑似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案情升高 21號校指派國家安全維護處長陳榮副 前往高檢署交換意見確認案件係署 全案將朝外患罪偵辦 不過高檢署認為還有資料上代補充 將等調查局送來相關資料後再行討論 至於張顯耀的去職理由 一個禮拜內從家庭因素到工作上有疑點 衍生至今是洩漏國家機密 甚至被懷疑可能被吸收為共諜 多數立委感到這樣的指控 太嚴重 立委指出馬政府有必要說清楚 如果張顯耀是共諜 為什麼還要安排他出任國營公司董事長 還讓他主持八月初的兩岸金河會 如果張顯耀是共諜 那過去兩岸簽訂的協議是否也應該重啟談判 立委認為調查對象不該只有張顯耀 檢調也應該了解陸委會海基會內部是否已被共諜滲透 如果因此損及國家利益 陸委會主委王玉琦也該負起監督不力的政治責任 記者綜合報導